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阶段性失业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申领发放工作的通知 将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 该项失业补助金最长可领取6个月 发放标准根据参保缴费时间不同 分别为每月880元或每月1408元 可以申请阶段性失业补助金的申请条件为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的失业人员 一直未重新就业 目前仍处于失业状态的 再经参保缴费不足一年 或参保缴费满一年 但因本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 一直未重新就业 目前仍处于失业状态的